今天我们来做凤梨酥 首先介绍需要用到的材料 菠萝 白砂糖 杏仁粉 鸡蛋 低筋面粉 黄油 泡打粉 麦芽糖 盐 红糖 奶粉 我们现在来做饼皮的部分 就是把黄油放在室温下软化 能够轻轻拨动这样的状态就OK了 我们用打蛋器 一挡的速度 轻轻的打搅 加上一克的盐 加成50克的糖 然后我们还是用低速的 打蛋器低速的把它们先混匀 怕它飞溅 先轻轻的把它拌匀 然后一挡的速度 打成均匀的就行了 然后我们可以加蛋液 我们是取的两个蛋黄 也是先把它过匀 待会就不会飞溅 我们这样就算打好了 就是我们打的过程中是 只要两分多钟 不到三分钟的样子 一旦这样就算混匀了 我们一克的泡打粉 这些粉都是要过筛的 然后35克的奶粉 如果你不加奶粉的话 你可以用等量的低筋面粉 都是要过筛的 然后我们75克的杏仁粉 我们一定要过筛 然后最后是180克的低筋面粉 然后我们用刮刀拌匀 然后这个做好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放到冷藏室 冰箱的冷藏室 来做馅料 这个菠萝去皮以后 大约是1400克的样子 我们这个特别硬的部分把它去掉 其他的都可以用 菠萝汁太多的话 建议是可以把它逼出一点 这样子呢 就缩短炒制的时间 然后我们放50克的红糖 200克的白砂糖 200克的白砂糖 然后我们去不粘锅炒制 先呢开到大火吧 一开始是大火 凤梨酥的馅料是要有点耐心 一开始呢它会出很多汁 20分钟以后 凤梨馅的那个水分就比较干了 然后我们加麦芽糖100克 这个时候呢 调到中小火 继续翻炒 边缘我们又炒了20分钟的样子 看到这边缘呢 已经有一点发白 而且馅料比较容易成团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好了 关火 这个时候就装盘 同样放到冰箱的冷藏室 进去冷藏 好 现在我们的 凤梨酥的馅料 和饼皮 都已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了 这个已经硬度就刚刚好的 然后我们需要拿到一个厨房秤 然后我们需要拿到一个厨房秤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桌面呢 为了 因为它还是会有一点黏 黏的 我喜欢用保鲜膜 我喜欢用保鲜膜 这个厨房秤也是垫的以上保鲜膜 然后有一些联手没关系的 我们秤量 微灵 我们秤量15克 对缺一点点 尽量的准确 然后分割每一粒都是15克 对15克OK 馅料我们就分割好了 因为现在是室温是20多度 所以馅料又比较软了 我们需要它比较硬黏的状态 就比较容易包 没关系我们继续放到冷藏室 冷藏一会儿 我们来分割饼皮 因为是没有模具的情况下 烤制蜂蜜酥 所以要比我们的饼皮 要比那个有模具的 稍稍要厚一些 因为它没有模具的束缚 饼皮容易开裂 所以我们秤量20克 每一个20克 好 现在我们饼皮就分割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团成团 团成小圆球 好 我们这个时候再看看我们的馅料 冷冻的怎么样 现在馅料呢 在冷藏室里面 现在已经比较硬的状态 我们也是把它同样的 搓成一个个的小圆球 像这样搓成一个个小圆球 像这样搓成一个个小圆球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包 包这个红尼酥呢 是没有太多的讲究 根据自己的习惯 我习惯是把它饼皮做一个窝窝 稍微薄一点 因为这个比较硬的状态 你是好操作 如果太软了你就知道 不是太好操作 这样就个人喜好 我是用一个骨口 往上推 左手的拇指呢 按住这个馅料 右手的骨口这样往上推 这是根据自己的习惯 都可以 你习惯怎么操作都可以 就是要把馅料包裹住 就OK了 看 包裹 然后团圆 圆柱形这样 然后把它按扁 整理成你想要的形状 现在我们烤箱预热175度 好 我们现在烤箱里已经预热好了 我们需要变两个烤箱 这样的底部呢 保证它瘦得更均匀 不会糊底 放在中层 好 现在 凤梨酥在烤箱里 已经微微鼓起了 已经烘制刚好15分钟 我们需要翻面 用两个刮刀 辅助一下 轻轻的翻动 每一个都翻面 这个时候烤箱 不要 不要关炉子啊 之后我们会继续烤5至8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再送进去 应该大约5分钟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 凤梨酥出炉了 看 一个都没开裂呢 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放凉 我们要趁热 放在 你准备好的一个盒子里 淀上厨房纸 淀上厨房纸以后 保持它的水分 第二天来吃 我们近距离来欣赏一下 我们做的凤梨酥 金黄金黄的 好香呀 我们盖上厨房纸 盖上保鲜膜 保持这个水分 明天我们再来品尝凤梨酥 第二天切开凤梨酥 我们来尝一口 外皮酥松 让这泪馅浓浓的果香 想做凤梨酥的朋友 不要为没有模具而犹豫了 赶快动手做起来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